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去投入兴奋的一些场面出现 基本上你不可以说是一场完全的闷战 因为这两支球队 一队耳甲中游的Ferentina 再加上一队这队长期在中下游打拼的英超球队位施行 出现了这份量的对碰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说一开球已经争取了主动控球权 比较多的Ferentina 但是大多数你感觉上他们不是一个传控 而只不过是一种拖慢的节奏 去应对韦斯咸身放 韦斯咸的快速反击 当然相信Ferentina的教练 亚特利安努也做了功课 知道莫耶斯也善于此道 尤其是在下半季韦斯咸 在轮近钢班的边缘 莫耶斯始终到最后 都是回到自己最耍家那一套 正正路路的 一些简单的快速特杂就算了 这一招令他们互给成功 是成功的 放到杯赛决赛用 其实是更加有得着的 也要说回Ferentina方面 一对中坚 特别是塞尔维亚的角脚米连高域 频频压上前用球 以及邦娜运道拉 这位意大利的老将 不断在中前场揣扰 但外于前线球员的配合和吸数 譬如Ferentina99日的股华尾 老实说能力是一般的 弱域的踢法就比较单一一点 容易比较被踢死的 说来说去都是尼高拉斯、干沙利斯 是比较具有个人突破的能力 但是适逢韦斯咸 也在左路上有特别针对招呼 迪琴麦斯也经常回到后防 负责协防 因为艾玛臣的出击能力高 但是他的防守能力 以及回后的宾拉玛的防务能力 都是比较低的 其中可以看看这一格的画面 就是Ferentina的巴西有杂渡 推上前助攻 跟尼高·干沙利斯的配合 当时艾玛臣也挺狼狈的 结果这波就送给干沙利斯 他是霸落底线的 而首先作出预判的就是迪琴麦斯 他知道很难第一时间去抢截 所以他马上跑到禁区较深的位置 就慎防尼高·干沙利斯的沉落底线的 再作出一些威胁的传送 结果他这一次的篮截是成功的 也反映得到迪琴麦斯 就不是说那些一对一硬 那种的球员这么简单 在防守上面他也有个脑筋的 今集重点要说迪琴麦斯 当然是这一集的主角 也有一次乘着运战 后上的射门在禁区顶那里 这个波就斜出的 不不对比迪琴麦斯在季尾一段的 射门能力也挺强的 以及入球能力不错的一个表现 他出现这些射门也不奇怪的 在英超今屆也有这些位置出现过入球 同样的 尼高·干沙利斯继续在右脑爆发 他这么长波 可以说单兵个人作战能力里面 弗琳麦斯最强的一位 今次同样迪琴麦斯也是追前着 躺着阵友 但由于因为知道是没办法 追上他的身位 所以他确定就是跑回禁区顶那里 留待可以从较深的位置 包到过来的阿古特 可以拦截尼高·行萨利斯的脚下球 好了 这一场波的其中的画面 就是上半场 韋斯艦的球迈也挺不生性的 不断地支扰 弗琳麦斯的球员也有些扔一些 杂物包括盃子在球场 这一次就是弗琳麦斯的左閘队长 这位比亚兹准备开国球时 就被那些杂物扔中 我们事后看到他扔中了头 他也很有风度 他居然向在场的球迷鼓掌示意 表达他的不满 但我们事后看起来 原来他已经被扔到流血了 继续 这个国球仍然要开 回到他 他仍然有这样的淡定的勇气 也值得给一些掌声 这位佛林天娜的队长 另外一次 韦斯坦上半场紧有的射门 这位来自迪勤怀斯 这位球赛 进入禁区里面 也是一番混战 也吃得不太认 相反上半场完场前 就是尼古·干萨利斯 在右脑的突破 送出一个全中球 一个高球 给他们表现佛线足尘的 左脑攻击球员的古亚美 投锤一顶 顶中柱 伏兵门前的这个约翼 把握机会扔死鸡顶入 不过这位球赛 又因为越位在先 事实上他亦因为这样的碰撞 而老振荡 弄得不太清晰 下半场就立刻被队友入替 入替他就是 现年25岁的巴西球员 卡巴勒 半场总结一下 就是韦斯咸 半场仍然是 这个属于一个 维守突击的战术 在上半场试过 中后段的时间 当他们出击的左闸 艾马臣 就推他 这个由左路边线 就推进了中间 推进 产生那些威胁 在那里按一按 两分钟之后 下半场一出来 就回复救官了 仍然是维守突击的 而菲林天娜 看似是争取主动 但是在传送那里 就没有什么出色的突破了 不过这个球员 就源自于他们 右脑的右集球员 杜杜盗盖上来 其实杜盗整场球 盖上来三四次 都能够产生到一个 制造空位 或者个人突破的威胁 不过 这些招数 菲林天娜 相对地 做到主动 但是又不是常常想用 或者不是常常敢用 这个球员 正正是来自于他的突破 但是咬回头的时候 同样是被 看准路数的 这个迪琳华斯 就能够包到球员 好了 但是 韦斯咸 一些简单的进攻 终于有收获 你可以说是 不清不楚的 这个球员 就源自一个教育球 高球 扔了进禁区里面 这些场面 在这场球员 有两三次出现过 接应也是查诺保云 保云这个球员 压到进禁区里面 就被他们的队长 比安智 就能够包抄到新位 但是最后 我们看到 原来这个球员 比安智在包抄的时候 右手就 无缘无故 递起 兼伸出 兼撞到球员 证VAR之后 事后就判了12码 由宾拉马射入 1比0 但是几分钟之后 又轮到佛林天拿的一番攻势 这个球员 最后就由 邦娜·云道拉射入 这场球员包围着他 但是 距离实在太远了 好像是放松了他 包括了 迪勤怀斯 所以当邦娜·云道拉 接应到这个球员 进禁区 准备起脚的时候 其实他也不是说 控得很舒服的 但是迪勤怀斯 拍到他那一刻 就慢了半步 令到 邦娜·云道拉 纵使吃得不太好 那个球员 仍然可以抽射 去到美署入网 就追回 1比1 几分钟之后 就追回1比1 有些评论认为 迪勤怀斯这个球员 是不是有点疏忽呢 慢了半步 那我又觉得 邦娜·云道拉 你可以赞他 也把握得好 当然啦 如果你说 有预判组织的话 可能几位的韦斯坦球员 就不会来邦娜·云道拉 的身位这么远 1比1之后 几乎反及2比1的是 费伦天娜 都是凭着 尼高光森利斯的 右路沉底传中 设置中间的球员 就由森堡华拉 设置中间的球员 后想撞射的 就是25岁的意大利球员 马杜·云道拉 不过他的撞射 是斜出了 可能要避一避 苏哲 刘哲 刘哲 这个球员 其实是相当之大机会的 看回路门后面的角度 紧紧斜出 而韦斯坦整场球员的攻势 老实说 都真的 没有组织可言 可以敢说 另外一次有威胁的攻门 就来自于一个没什么组织的攻门 都是一个长泉高波 斬到禁区顶 就由这个防守中场的 枢折 就冲顶了 居然这么远的距离 顶的角度相当之美妙 就令到 这个费林天娜的门将 泰斯安努 就要飞身 撲出底线 去到这个90分钟的阶段 就在中场的混战 来自韦斯坦的巴西进攻中场 柏基达 终于作出一个妙传 其实作出一个美妙的直线传送 一个很不韦斯坦的地面组织攻势 甚至对比整场球员的演进 都很不韦斯坦的 结果就是这一下 灵机一闪 接着直线 就被最高速度的茶落宝 爆到禁区 而后备入踢的巴西球员 伊哥 怎样追不及 就乘着对面的门将出来 射入龙门 单刀 半单刀突破 2-1 看看VAR这个球员 也是没有距离的 说回莫耶斯的韦斯咸 由上半季开始 引入了一些 都挺高价的球员 斯卡玛斯卡 以及柏基达 柏基达的踢法 未能够兼容 斯卡玛斯卡 也有一贯 伊那利球员 来到英超的情况出现 就是不能够立刻适应 而他自己也是 多伤患的关系 所以导致到成绩 就不好 一直延续到下半季 中后段 重拾莫耶斯过去的 那种的 简单 防守反击的套路 而逐渐 也是柏基达 那个球员 他的融入性 开始提高了 运用得到他的技术 运用到他的传送 那看看 接下来下一届 莫耶斯 能不能够围绕着他建立 接下来 接下来 到这一集的后半拍 就是说迪勤怀斯 欣赏迪勤怀斯的地方 就是出息的拦截能力 以及今届也有不错的候想能力 尤其是在今届里面 你说对森林 对列斯联的入球 都值得大家去参考 比如说对森林的禁区外的躺射 那个世界波 以及对列斯联的后想撞射 这些公门 就令我们想到 如果迪勤怀斯加盟了 亚仙奴之后 他会直接取代哪个人的位置 现在你想到 可能应该都会是格列萨加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先看看 几位中场球员 我拿了迪勤怀斯 戴利沙加 托马斯、柏迪 和佐珍奴 甚至乎 数捷几位中场球员的 一些简单的数字 去比较一下 只作为参考 不是全部的 透徹的分析 迪勤怀斯今届入了四个球 每一场平均射门一次 总计助攻今届有两次 绝对机会的创造今届有三次 关键的传送长军有一次 长军的预判有1.7次 长军的拦截有2.1次 最主要 我相信大家会比较敏感一点 就是看长军的预判 和拦截那方面 1.7和2.1 好 我们看看汤马斯、柏迪 入波有三个 长军的射门0.8次 助攻是没有的 汤马斯、柏迪 绝对机会创造两次 关键传送长军0.8次 防守那方面 长军的预判 拦截这方面只有0.8次 长军的拦截 2.1次就和敌人怀斯看齐 格里沙加入波有7个 长军射门1.1 助攻有7次 进攻的表现 格里沙加今届全赢了 绝对机会创造也有6次 大家理解得到 格里沙加今届某程度上 变成了一个进攻中场的角色 而关键传送也有1.3次 这么多位要比较中场球员当中最高的 相反地 今届防守的任务就减轻了很多 所以长军的预判拦截分别是0.4和0.9次 再看坐真路 当然坐真路下半季才加盟 这就是一个混习车路士和阿仙奴的数字 得出来 总结入球是两个 长军射门0.3次 助攻一次 绝对机会创造是没有的 但关键的传送是0.4次 好了 去防守那方面的数字 长军的预判和拦截分别是0.9和1.9次 换言之最低限度的拦截那方面 坐真路是不会被托马斯帕迪和迪秦怀信息的 看来从他的风格上来说 或者大家会比较难以想象一些 其实坐真路在卡位方面的表现 都是一流的水平 而看迪秦怀斯今届的拍档就是苏哲 对比之下 入球有两个 长军射门0.9次 助攻更加多有三次 绝对机会创造也是有三次 关键传送是少一点 0.4次 去到长军预判和拦截 亦都有1.5和2.1次 会议言之 迪秦怀斯今届 例如下半季特别是偶有的 上前助攻 其实都多得 苏哲某程度上都释放到 迪秦怀斯的能力 如果我们这样代入去对比的话 当然在格里莎加的位置上 比较好争论提抢 甚至乎我会觉得迪秦怀斯 他身为韦斯行的队长 在这么多场里 英超以及那场勾协杯的决赛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明白了 他都是可以向球证提出理论 甚至乎向队友提抢这方面的能力 应该不下于隔离沙价 问题是你来到这个更衣室 游掌球场的更衣室 队友是否立即能够信服你呢 我相信在亚迪达的调配下 这方面大家都不需要太担心 但你说他很想做工的角色 这一点我抱有怀疑 这个为什么就是拿柏基达的例子 作一个稍稍异曲同工的对比呢 就是柏基达的技术底 其实都要融入好一段时间 才在韦斯行那里发挥到一个 比较巨大的作用 但是你说去到今时今日 一场波的展现里面 都是一时时的 那对比回来 我觉得柏基达和迪秦怀斯之间 其实你觉得他们是一个 微妙的化学反应那里就不是很强大的 格列沙加之于在亚仙奴的角色 我们今届我经常强调 他和耶稣仔之间的微妙配合 有他入球有耶稣仔入球 或者格列沙加送出一些的助攻 都是经过一番的组织 大家互动走位的配合 这方面迪秦怀斯 韦斯是不是未曾给我们见过 这种能力的展现 那瓦迪达看中他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或者他们有一些更加 一些我们不会知道的一些技术的分析 是能够觉得他可以做到这一件事 但是现在我们只能够抱一个观望态度 除非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经过一个季前的集份 可以给到一个更加全面 更加新鲜感度高的迪秦怀斯 给我们看得到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在防守那方面 他可以更加好 凭着他的跑动能力 出色的预判能力 是能够控制到 当施真高压了上中场的时候 留下身后的一些空位 我乐观就是这样看 至于你说 未必的 他或者取代汤马斯柏迪的位置 柏迪又说胜传可能都会离队 不离队的话 都可能会直接取代到他的位置 因为柏迪可能是索性的 譬如兼任右闸的位置 也不一定 好 如果这样看的话 托马斯柏迪这个位置 我相信在活力那里 摆脱对手 迪琳麦斯是可以做得到的 而迪琳麦斯 其实这一届的入球 都以右脚为主 我们可以看到 不过 不过一件事情 但是托马斯柏迪的中场 分球用球的能力 以韦斯涵的踢法 我们都很难想象得到 他可以搭配落 在亚仙奴的托马斯柏迪的身上 而托马斯柏迪的一些向前的穿透性传送 偶有 亦都是我们在迪琳麦斯身上 比较少见得到的 所以 放到中场中间这两个球员的位置 当然我曾经说过 这两个球员 格里莎加和托马斯柏迪的推进能力 是比较差的 那么迪琳麦斯的加盟 可以是好好的大大弥补这一方面的 但是他两个球员的作用 是不是exactly 迪琳麦斯是可以完美的掩折到呢 现在看下去 许克韦斯咸的功能 甚至是英格兰国家队的功能性的表现 不是完全百分百一样 这一点就要看看 经过一个 如果能够收购到迪琳麦斯的话 在一个季前的背后 阿迪琳麦斯会做到多少 现在胜传 就是迪琳麦斯 9200万磅 就是亚仙奴即将会递出的 第一份报价 这份报价 当然9200万磅 是有一些 要分开来斩 因为亚仙奴金价要买的球员 也不止是一个了 可能9200万 就不是一次过找数 或者给9200万磅得贵的 要提加 因为有竞争的对手在 可能真的要过亿的 但是过亿都不会一次过给的了 可能会分两年三年 甚至乎是那个 不是计自身的会计的 转会费摊分 这个是 实际上 去摊给这个韦斯咸的话 都是要分开来斩坚去计算 而事实上 韦斯咸也原来已经被列入 欧洲据协要观察的 一支球队 观察些什么呢 就是财政方面 这两年 韦斯咸都花了不少钱 所以韦斯咸需求高价 是理所当然的 北京迪勤怀斯 还有两年的合约 最后迪勤怀斯花学瑞加 所以已经有不少 我近这几天看到 有些球迷 都偏向于一个方案 就是不如他真的抢卡斯道 为什么要说抢卡斯道呢 随着简迪 之转头沙特的乱赛 卡斯道是一个完美的人选 其实整个英超 你找一个最似简迪 都是卡斯道的 如果卡斯道 为什么说他的风格 似乎更加 不需要担忧太多呢 因为白里顿 某程度上 一些地面的推进 其实更加是比韦斯咸 这个当然 更加比韦斯咸 是像阿仙奴 而另外一方面 卡斯道去到贵美的赛事 他们的教练迪沙比 也是频频将他 可能摆放在这个右闸的位置 他的多功能性毫无疑问 相信最低限度 在球迷心目中 又会加了这些分数 就是说 如果你问我的话 阿仙奴今届 新扣入的中场球员 我希望最少有两位 因为卡里沙加的离开 艾兰尼的级数也有限 实际上只剩下帕迪和佐真奴 也有一位胜传的 就是可以以4500到5000万 收购的拉维亚 这位来自降班球队 收咸顿的比利时国家队 深圳中场球员 而拉维亚 本身从他的技术风格展现 他真的比较贴近 我认为汤马斯帕迪 但如果阿仙奴下棍 因为欧冠 以及继续保持联赛前四的竞争能力 一买回来的球员 我个人认为是要提升到对球的级数 但拉维亚 还要等待 这个年轻人 这是一个未来的潜力发展 是不是这个时间收购他 是适合呢 再加上也忧忌了一件事情 就是阿仙奴这两年 所收购的一些年轻潜力股 似乎不是太成功的 当然拉维亚已经在整季的英超证明了 但买他在级数上的提升 会不会马上体现得到呢 又未必 当然最理想 你问我当然是卡斯道家敌人华尔斯 一拼能够收购得到 另外一个8号位的中场 或者是一个偏向攻击属性的中场球员 之前传过美晨曼智 但看来可能性不大了 现在占视麦迪晨 同样是来自钢班球队里斯特成 钢班球队也有很多好货 占视麦迪晨的技术是不需要怀疑的 也会适应英超的节奏 如果他在阵的话 又会夹到阿仙奴的地面配合 相信最低限度 你说在英超或者欧冠之间作出轮换的话 多了个可靠的人选 因为始终法彪奥韦拉今届 又不能够踢他在波图那种 这么有活力 这么有技术的水平的展现 这一点甚至令人担心的 甚至乎是 要么是史密夫露韦的改造霸态位 或者希望史密夫露韦进攻中场的位置 能够踢回他以往的水准 我相信是要经过下季归前的配合 英超的赛程在6月14日推出 但是今届英超的球季都不会太迟展开 23年的8月12日 去到24年的5月19日 因为未来会有2024年的欧洲国家杯 所以球季都要早一点开始 也要早一点收档 那你由现在去算 加上阿仙奴有社区盾 因为曼城赢了组统杯的关系 又多一场有份量的 我们当是热身赛 所以阿迪达的跪前部出 其实现在你剩下的时间 是相当相当之紧逼的 新收购的球员 如果是真正合心碎的话 不要等了 快点来 尽快去磨合 关于阿星同那方面 接下来的转会枪 一些球员的出入 都很影响转会的收购 随着事件的发展 我们就一直跟进下去 今集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